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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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大家好 歡迎回到妄想編輯的 《笑聲妄新聞尋找BNO早家移民的故事》系列 今節就有許留山 還有我們的新西蘭議德台仰 大家好 請記得幫忙讚好這部影片 還有訂閱妄想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另外還有正向部加上更曬冷氣 都需要大家的订阅、点赞、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看到BNO有多数来说 去到英国集中都是找工作 或者是家庭生活的问题比较多 主要也是 因为你去到英国 第一,你不像香港找到 拍得住香港的收入工作 第二就是当地的通胀问题 都是非常之严重 每一个崩子都变得相对来说 都是非常之重要 如果比较年轻一点 去到有什么一回事 好像情柬方面的问题都比较少见 不过这一宗有多有趣 你不妨拿出来一起分享一下 好啊 好啊 因为可能现在多了BNO签证 再加上 未来有一批会比较年轻一点 就是说不及投胎 来拿BNO 因为他父母 自打哪有都可以 自己单拖到时去的 那就是会更多一些年轻一点的年轻男女 会过去英国也不一定 好啊 面对着这些男女朋友之间的事 他们会开始有些叫Long D 就是LD 他们这样写 这些叫遥渠 就是分开两地的拍拖的情况出现 渐渐就开始出现 我们先给他们一个情感上的辅导 不如由这一宗实例来 发生什么事呢 就说了 有个年轻女 跟她男朋友谈申请BNO签证的问题 即使她们的年纪来说 都算是可以有BNO 即是97年后出生 应该不是那批 应该是之前 可能也会有 说自己也很认真 跟她男朋友谈过 觉得我们是否要去英国 英国之后生活如何 这样那样那样 说好之后 大家觉得OK了 一起去申请 到批证的时候 大家要说好这样那样那样的时候 跟着我说 哎呀那男朋友又缩纱 叫她自己一个人出发 还说一年后才过来 我们也要明白一件事 你说谈好了 那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每一个人的处境都不同 我觉得尤其是香港女性方面 要体谅一下男性 或者要尊重别人 可能跟你谈好了是一件事 但是有时候有些事情 不是你一个人就可以处理得完 或者叫做我说走就走 对不对 是啊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 很多时候 就会说你骗我 又说去的 我们之前计划很逼 现在又返否 会这样吵架 对吧 还有些女生 就算叫做 好了好了 那我先过去 但是我也见过不少的例子 这些长期的案例 就是当一个女生 可能去到之后 可能都说到 可能我有些什么问题 所以一年后才过来 还是什么 还有其他什么处理 还是什么 可能要给一些时间 一些男人 去为了你们的将来 而给多一年时间 去订阅 但有时候有些女生 就是这样的 就是觉得你放下我 放下我 放下我当然是英国 放下我反口 还是什么 总之怎么也好 总是觉得你要陪着我才行 我一个人去了英国 然后他说 好吧 然后自己去了英国 一开始的时候 租B&B 之后租了share room 可能一间屋里 有三间房 租其中一间 其他地方共用 但多数都不出来 除了去厨房 或者这样那样 其他也担心自己 因为免费 又要收拾 最近还去看房子 买屋 搞了这么多 他还未肯过来英国 说了一年 还不肯? 哇 我觉得邓波忠 有点衰 一个男生 是不是呢 两看 我就觉得说好了一年 华智利在英国打关斗 还是跳火圈 还是什么 还说 本来想着 大家来到英国就结婚 现在变得很长 我也不知道他 是不是在香港 风流快会 我很孤单 很闷 即是 你们不是说 英国不是很多姿多彩的 生活 又说要到处去玩 玩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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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什么 搞笑 不懂英文 哪里都不敢去 是不是 嗯 他也有说自己 为什么不会到处去 我本身 就不喜欢出街 英国 我又没找到工作 又没什么朋友 又没车牌 所以就更加少出去 我这样 没什么办法 这是你自己的性格 其实 这个顶一年都算很厉害 我见过有些 一个月而已 已经乱乱吵了 一个月就乱乱吵 是的 即是等于 假设 在新西兰 女的先在新西兰等一等 然后男的 要一个月之后 才可以再来到新西兰 即是叫陪他过正式的生活 哇 这样都吵到爆 而且男的 我看着他 是已经陪他 老远地飞到新西兰 然后再回到香港 陪他 有几天在新西兰 再回到香港 一个月之后再回来陪他 还想怎样 还要不断地跟他说 哇 为什么这么夸张 他说 我看看新西兰多闷 很多东西 好像说到自己很闷 那些 我连这些都做了 那些都做了 一个人 拿着去唱卡拉OK 找不到 即是这样 接着这个女生 遇到什么事 她说 早前我住的地区 就举行了香港人集会的活动 刚巧 挺有趣 走去看看 认识了几个手足的男生 还说 大家差不多年纪 都叫做OK 而且她们个个都很nice 这些手足 然后又知道一个女生 又没有车 然后 知道她的底势之后 久不久 就走来约我吃饭 一起游车河 还去附近的景点和摊仔 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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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开心 开心 对 那也好 有手足帮你照顾着女朋友 对吧 其实 为什么要这么担心 那男的那个 岑奥辉就是这样 对吧 自己在里面蹲着 她老婆也不知多少手足 看到什么年灯什么灯 每个都说 喂嫂子 让我来照顾你 你闷不闷 我陪你吃饭 每个都是这样 对吧 接着说 其中一个男孩 英文麻麻 但跟他说 挺好谈 找到工作 回到工厂 问 你有没有兴趣 我可以车你 接你 一起上班下班 然后他说 可以 看见这几个月 自己在家居住 很悶 有工作也挺好 至少 每天有人陪我聊天 接着就来了 这个英文麻麻的手足 就说 他有时都会 约我下班之后 一起吃饭 他说 他都很闷 想找个饭脚 大家也可以 share些饭钱 他说 我本身都不想 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吃饭 真的很闷 他说 有个人陪我 人都开心一点 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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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就是黄圈 你男朋友没有空陪你 那就手足陪着 手足陪 陪着你女朋友 其实都可以 一样 始终都是男未婚女未嫁 有什么所谓 我觉得 那不是这样看 是不是 又说 跟这个男朋友 等男朋友过来英国结婚 英国结婚 有什么办法 有什么办法 什么搞错 好像周杰伦 很闷 要周杰伦 周杰伦 跟他妻子结婚 不是在古堡里 记不记得 英识古堡 然后有人弹琴 然后自己作一首歌 拍到很幻想 跟着 渐渐在孤单的英国生活里 有一个手足 同路人 又是黄 聊得到别头缘 一起上班 一起下班 大家一起听听想想 究竟这个男孩有没有古怪 究竟是否单纯 分享饭钱 想找饭脚 我们一起听下去 渐渐这个女朋友 有人陪伴 人都会更开心 开始的时候 我也有跟手足说 我在香港有男朋友 不过 然后越来越熟 就开始觉得 这个男的手足 就不太想听到我男朋友的东西 我又不想 不想听 很生气 哎呀 当然不想听 换成我是那个手足 我也不想听 你说你和你男朋友的故事 给我做什么 为啥才可以 我是想 当然 你成为我女朋友 你和你另一个男朋友 有什么关系 关我什么事 对了 台湾再说到男朋友的重点 假如 你是对这个女孩子 有意的话 或者你对她 有企图 对了 领友企图的话 你想和她有些感情 你记住 如果只是肉体 如果只是肉体 你也可以告诉我 你男朋友有什么 如果你和你感情 发展 我就不想听到 你和你男朋友有那么多 我越听 只会觉得心里很介意 都会很不舒服 男人就是这样 记住 这个要小心 如果她说到那么多 都不想再听 那些很明显 对你有意 这个女孩就不懂 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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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有意 对你起谈 逐一点说一句 不是叫套谈那些起谈 她对你一定有意 她知道这个男孩 听到她说男朋友的东西 就不开心 所以就尽量不看 那就开始了 大家相识相知 默契也开始来了 大家都聊一聊都很投契 吃饭的时候 也觉得两个很接近 吃饭的时候 有时大家都会选同一个菜 同一个餐 又说 开始常常聊天 聊极也不会闷 还有什么 开始来了 有几次吃饭 聊一聊 聊到不愿走 那次又如何 不如这样 来我家继续聊 还说 差不多聊天 聊到天亮 哇 都挺好聊 两个 那就继续聊 是的 这个手足 聊聊聊 就去梳化睡 当然 没有叫她上床睡 哎呀 差一点就行 是 差一点 接着 就算是第一次 来我家过夜 这次就叫打开第一次了 过一次就有第二次了 没错了 一次生就两次了 两次了 之后呢 又有一晚看电影了 三个方面 结局 看完电影之后呢 哎呀 看这么晚啊 看到 第二天 很方便的 就是 睡过夜 是啊 想到 第二天又一起上班 接着这位女朋友就说 那不如 你来我家睡吧 等你第二天 就不用一早 駕半个小时 来接我 于是她那晚就在梳化睡 哦 哇 你透露了一件事 就是原来 要駕半个小时 才来接你上班 有费很贵啊 有费很厉害啊 大佬 人家开车都给你了 对吧 喂 喂 我駕这么久 你给我駕駛 你给我駕駛 我駕駛一些东西 行不行 你駕駛了 先駕駛 駕駛了 大家自己想想 你想想 天天来回 整个小时 很麻烦的 駕駛 我很不喜欢駕駛 我也是 我也是 很烦 又要进駕駛的时候 哇 那些駕駛的 那些駕駛的 那些駕駛 不过 当你在求駕駛的时候 车到天涯海角都没问题 就是 车久一点都可以 可能到时候 追求的时候 就说 咦你不累吗 累 车都还没叫累 怎么累呢 不会累的 OK 然后一起进駕駛 好像很帅 是吧 駕駛车 这些駕駛 很过瘾 很明显是 哇 车到你上班 下班 駕駛了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即是英国的路 又不是很迫 又不是很迫 不是住到很旺区 不是很像伦敦那样 其实半个小时 很远 是啊 但是你来到每次都说 很近而已 小意思 一定是说到很客气 其实心里面都不一定 有没有搞错 搞这么久 都不让我駕駛 就是駕駛什么呢 大家想想一下 很生气的了 我觉得这个男生 如果再这样搞下去的话 哈哈哈 那晚又再被他睡 睡梭化 睡梭化炸 睡梭化炸 是啊 哈哈哈 他说 现在这个男手足 每一个星期 都有一两晚 就来我家过夜的了 一两晚 是啊 是啊 哎呀 分来分来分来分 做厅长 是吧 嗯 不要加热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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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天寒地冻啊 睡梭化 不是那么好 是啊 现在冬天 是要多个人乱粒粒的摇摇 那才会疏干的嘛 是不是啊 哈哈哈 那还搞笑啊 可能想给他省下一些有钱 还是什么 是 省下时间 就不用太辛苦了 他说日对夜对 上班又对着他嘛 下班又离你家了 哎呀 两个很熟 熟到就什么都说 只是有默契 就不说我男朋友 那他又开始觉得离奇了 就开始要问一下啊 啊 我都不知道呢 现在算不算偷情呢 我好想呢 有个男人在身边 但我都不知道呢 和他算什么关系 啊 啊 我们呢 连手都没有拖过的 但周围的朋友呢 都当我们一起 他又没有特别否认啊 哈哈 那就直接一起算数啦 真是老脑肚的 这位女仔 那算不算叫偷情呢 那我们可以给他一些意见 有没有偷到 是吧 那情呢 就真的那些 也算不算 精神上 是不是 精神上出鬼了 其实已经 鬼啊 又有什么鬼呢 如果还没上鬼 我觉得 是啊 还没上鬼 只不过这个女孩 想当她是水泡呢 我想就暂时当水泡了 但是那个男手足就很有意思了 明显就是 是啊 小心点啊 不要喝酒啊 喝酒就可能就出事了 那其他人都当他们叫一柴 还是怎么样 没有否认啊 即是男的那个就很想咯 不否认就是想默认咯 是不是呢 你自己有否认 要么你就快点否认 是不是呢 我试过有一些家长 带着个小孩 那我就走出去陪他们 去哪一家店买东西 有些人都会当成 咦 是不是爸爸 我说不是 我说不是 我都会立即否认 我没理由扮认 不出声 那你就是默认 那他这个不否认 我想他都很想去默认 接着又说了 开始有些争扎 为什么突然想想 是不是叫偷情呢 他说他肯定没有和他 试心思思 对了 香港的男朋友说 有这个手足来我家过夜 哇 如果是知道 斩X他都很像 斩不了 大家分隔两地 不用斩就立即分手 可以怎么样 斩男的 斩男的就可以 斩X他就不行 立即飞过来 如果男的很紧张 你就会飞过来 立即飞到他 不紧张 根本他的男朋友 都不想去英国 去什么英国 去什么英国 香港风流快活 但是 那女孩又说了 她说男朋友 会在12月中 飞到英国陪我过聖诞 这样 那女孩又开始了 因为她又开始有 人性的两面 即是她口不对心 那她问大家算不算偷情的时候 那她觉得自己的情感 是不是已经是泄雄呢 就是 接着又有趣 她说了一句话 那个男朋友说 12月中陪她过聖诞 我会再给一次机会她 究竟她什么时候来英国陪我 她再拖 我想我应该会和她提出分手 我不想这几年在英国一个人 孤零零 我忍受不了 好 不用想了 她来到你会觉得 这个男友很无聊 很悶 现在这个男手足 就很有新鲜感 还可以车出车入 那你这位 香港飞回来英国的男友 哪有车啊 而且地方又不熟 会觉得很没趣 不如 趁她来之前 就飞了人 算了吧 如果这些女孩 就通常会这样的 何会叫她多给一次机会 对她呢 其实就是等她来到 想确定一件事 假如这个男朋友叫John John 我对你原来的感觉已经变了 有些人会这样的 当两个分开两地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 再见回 隔了一段时间之后 回到一起 咦?可能女儿就会冷淡了 男人可能来到英国会很热情 也不一定 觉得可能没有见 又或者可能她在香港 未必是风流快回的 可能真的有些工作上的事情要处理 人事上的事情要搞定 才可以安心跟你在英国有一个新生活 但有时就是这些事与愿违 这个新的手足 可能她真的会觉得很有新鲜感 如果跟着这个男的 真正的男朋友来到的时候 她也在这段时间 可能和男手足 建立了一种新的联系 新鲜感的感情生活之后 或者叫精神恋爱的感情生活 而再见回自己的男朋友 她一定会觉得很乏味 又或者可能觉得有些事情想通了 原来发觉 咦?你不是我想象中 这么期待的人 当然 因为我也见过一些案子就是这样 她本来叫满心欢喜 满心期待她来英国 但来到就已经不是了 所以趁她真的要把机票钱飞过来之前 就是缺绝断斩了 冷算鬼数 看看这个男的过度如何 不过我觉得她应该等着男的过度 离开这一次 或者她也要跟男的说一声 她现在自己的情况究竟是怎样 就是说 我个人很孤单很闷 或者我的生活究竟是怎样 我觉得要坦白 你又不坦白跟她说 跟着又说到自己好像很惨 他又不知道 有个男手足车出车 又不知道多疏干 根本就是不惨 生活非常充实 她会觉得很惨的问题就是 你看看这个手足 都对我这么好 真的男朋友还在香港 不肯过来陪我 那时候很怕这些 我会说要陪你 陪你什么 陪你什么 不用做 对 对 我最怕这些 陪陪陪陪陪陪陪 真的陪你一条命都不行 你想做什么 你不赚钱 我经常都说过 爱情和面包 当然是面包先走 是不是 我是 其他人可能不是 你没有面包吃 到时候爱情 你是喝水是不会饱的 你会找一个有包给你吃 吃完再跟他说爱情 一定的 这是人性 爱情喝水爆 这个说话是假的 是骗人的 老实说 有时候有些 香港的女孩子 世界各地都有 有时候女性的 天真 有时候 你自己都喜欢打卡 穿好衣服 去哪里哪里拍照 走街 要被人看到威威吃鸡 这些全部都是钱 当然 对 这些不用了 有时候要想真一点 究竟这个女孩子 我都很期待 究竟男朋友过来的时候 是一个快乐的圣诞 还是快乐的背后 是假的呢 到时候 就跟那些男朋友 可能说 挺好 挺漂亮 笑得很搞沙硬 什么都很肤浅 肤浅毛 就是个女孩子给你 你就知道 世去感情是留不住 没错 怎么也好 当是一个考验 如果分开一下都不行 那就没办法了 没所谓的 手足都不错 行车出车入 不要紧了 可能这才是真爱 对不对 他说要有默契地 不要提男朋友 两个已经是有景色了 不用想太多了 总之飞丢了她 飞丢了男友她 跟新手足一起 这个我建议 就算了 试一下就让她来你的床睡 对不对 这么大张床 对不对 好了 我们今次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